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前台北县长周习伟今日12上午到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出席国父诞辰纪念活动 原本外传周习伟下午会在板桥正龙广场宣布参选下届新北市长 为了让媒体铺了个空 倒是在大家河滨公园捕捉到他参加电音啪的身影 综合媒体报道 周习伟幕僚表示周习伟今天在板桥没有行程 上午到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出席国父诞辰纪念活动后 下午都是私人拜访没有公开行程 没想到纪念活动结束后被ET Today 记者捕获他意外现身台北大家河滨公园跟着年轻人一起在电音啪跳舞 周习伟向记者表示 上午前往国父纪念馆时并没有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碰到面 两人也没有谈话 并且强调自己在公开场合绝对不与吴敦义交谈 否则又被说前话 此外周习伟对于表态参选的时间依然包紧口风 笑笑地说时间到了就会公布 现在都有在筹备规划 他日前曾以书面声明表达诉求 要求下界新北市长在国民党初选过程 党部主委和行政首长必须保持中立 对此 吴敦义今日表示 初选会是公开公正的机制 绝对大公务司 吴敦义也说明 他得到的讯息是周习伟要参加党内登记 至于看好谁 吴敦义表示 周习伟、侯友宜或其他同志都各有优点